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着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蒋圆 请同工帮忙预备一下 我们要来欢迎何澄 跟李居梅传道夫妇 虽然牧师说不要给她们蒋圆会 但是弟兄姊妹 他们是愿意去给予付出的人 所以他们在中国有时候很多服事的时候 就自己掏腰包做CD去送给他们 我们不要给他减养费 但是我们要学习为宣教来奉献 阿们吗 所以今天如果听完他们的分享 你觉得对他们的事工有负担 请你为他们来奉献 阿们吗 然后他们侍奉的国校 一半属他们一半的 算我们的 了解意思吗 一半算他一半算我 这个是世上最好的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不多说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 何臣 何臣 传道 还有菊梅 掌声鼓励 欢迎 太小声了 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 谢谢你 真的是让何臣有个谦卑的心 他每次都要有神的仆人为他祝福 因为他知道他要活在这概念里面 主啊我们算什么 但是神祢恩待我们 主啊 求你今天使用何臣的跟菊梅的口 主要他们的侍奉 主要蒙你的喜悦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 随经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 再次拍手欢迎何臣跟菊梅 牧师 各位同工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我是何臣 我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最微小的弟兄 今天可以在自己的教会来分享 但是今天我分享呢 不是讲道 我不是牧师 我是弟兄 那是我分享的题目叫做十一奉献 那十一奉献就是我因为这段时间 信主到现在跟主的一个经历 所以主今天也拆遣我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 既然是分享见证 就不是教导 所以我没有一点点今天所有的唱歌 所有的那个 所讲的内容 都没有教导各位弟兄的意思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用见证 彼此切磋彼此激励 那因此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要怎么见证呢 弟兄胜过他 是因为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过去呢 我在黑道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有一天啊 退伍了 在我的好朋友 我的麻吉的结拜兄弟手下 我摔下来受伤 我成为终身坐轮椅的一个残障者 过去我是我们台湾的败类 是我们国家的毒瘤 但是那时候受伤之后 好像我的人生过了一段非常非常黑暗的日子 我受伤之后 为我过去所犯下的一些错误 一些罪恶的代价 就是终身残废 这个代价非常的重 但是也因为受伤之后呢 那一位上帝 爱我们 怜悯我们的神 来地上要寻找罪人的时候 他也寻找到了我 他没有跳过我 没有越过我 因此我开始 在一个残障机构里面 开始学习 这个 对吗 OK 我在这个残障中心呢 开始学习记忆 那我去学习记忆呢 我选择了电脑班 那电脑班呢 其实那时候我选择不是电脑班 是主任 他跟我讲说 你来学习电脑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 我的学历最低 我是国中毕业 高中读半年 因为打架 被学校退学 那因此我进去 这个机构的时候 我在电脑班里面 我的学历是最低的 国中毕业而已 但是我在里面 学习了一年之后 学校毕业之后 有八十个人 学校要留一个人 下来当电脑助教 后来我被选上了 我就开始 做这个电脑助教 我以前 在社会打打杀杀 但是呢 受伤之后 我的第一个工作 是当助教 那时候我的薪水 一个月六千块 有人传福音给我 我开始去教会聚会 因为那时候 我的残障机构呢 是在这个叫做 新店 所以就近 我就到新店行道会去聚会 当我去新店行道会聚会的时候 第一天去 我就看到 有人拿着那个 一个袋子 那口小小的 然后就开始 跑到你面前来这样 我以为那个是在摸柴 就伸进去 然后开始摸 摸一摸五十块丢下去 一千块给它放进去 后来人家跟我讲说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啦 这个是要从你里面拿出来 那一天呢 我去那个新店行道会 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刚好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十一奉献 我不知道 因为我刚信耶稣 什么都不懂 那我每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我都九点啊 十点开始聚会 我都九点就到了 那九点我就会坐在 那个最后面那边 读圣经 然后读一个小时之后 然后参加聚会 十二个礼拜之后呢 我就缩席 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那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那时候我一直在回想 我人生第一个经节 就是在马那七竹三章十节 他说 这节经文无情中 它变成我人生的 第一个背诵的经文 我常常背着它 后来我受洗 那时候我一个月六千块 六千块薪水并不多 但是我很珍惜 上帝给我的第一份 哪一份薪水 我拿了三千块 放在身上吃饭 我寄了三千块 回去我的家里给我爸爸 那三千块也是我第一生帐中 唯一寄钱回去的 到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只有受洗一个礼拜 我就离开了那个新店巡道会 我到台北来社会上 跟一般公司的人上班 我到电脑排版班 那一次老板有跟我讲 他们应征了十二位 他们要应征一位做电脑排版的 后来我又被应征到了 我就开始做电脑排版 我们的公司有三个小姐 是在打字的 他们打字打完 那交给我 我就给她排版 这个我在电脑公司的时候 我住到教会里面 上帝呢 在教导我 祂说你在工作上要有见证 所以我常常去工作的时候 我的工作时间 都是把工作做完我才休息 小姐的工作是一天八个钟头 他们打字打完 他们就走了 但是我要把我的这个 这个排版书稿排完 我才下班 那因此呢 这个小姐他们比较会跟老板 加班费 他们就会每个月 他们就会拿着那个 叫做打卡 去跟那个老板讲 老板 你这个月少算了我多少加班费 这样子 哇 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那后来这些小姐呢 他就教我 他说林先生 你的薪水都没有加 我们现在 打字缘都比你还高的 你去跟老板讲 你跟老板说 老板我不做了 我们都用这一招 所以那个老板啊 那个老板就给我加薪了 这样子 我就跟他讲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不做这种事 第二 如果我去跟老板说 老板我不做了 你老板说好 那我怎么办 哎呀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老板也因为勤了 我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是一个残障的人 哇 我们这个脊椎受伤的人 你要到一般正常的公司上班 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 我的大小便湿巾 戴着尿袋 如果我的尿袋掉下去的时候 整地都是尿 那是公司 如果我万一吃坏了肚子 撈肚子下去 整个公司都是大便的味道 但是那个老板勇敢 他请了我 那因此呢 我在工作 在这个工作当中 这个上帝啊 也非常的祝福我们的老板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 老板接到一个工作 那个工作是警政署的 哇 警政署所有要排版 书册 要出版 都要拿给我们 到了我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们又接到经济部的案子 哇 所有经济部都是我们的公司在做 我们的老板呢 也因为这样子啊 开始那个 业绩蒸蒸日上 其实也不止如此 因此呢 我们的老板啊 这个 去跟一个大公司合并 我的公司是小公司 就是电脑打字排版 那个公司呢 叫做广告设计跟印刷 这两个公司合起来 就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什么 大公司 对不对啊 从基础开始打字 一直到印刷出书 成为一体成型的 那因此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升过去的时候 老板给我总经理 那边是大公司 我们这边是小公司 那大公司这边呢 就给我加薪水 加到两万三 我每次拿到这个薪水的时候 我第一个奉献给上帝 如果我的教会 弟兄姐妹 要读神学院 或是他们那里有疾苦的 我就去帮助他们 说起来也真奇怪 我的薪水才一万九两万三 但是我永远花不完 我要骑摩托车啊 骑摩托车 我的摩托车是四轮的摩托车 有看过吗 我把大妈打扮得很漂亮 很像賓士六百这么漂亮 我每天骑摩托车 我喜欢骑很快的摩托车 有一次我骑很快 在新一路的时候 一个窟窿 以前的路不好 人飞出去 很多人去了 把我扶起来 放在上面又骑 后来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因为我在上帝的面前 从一开始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 但是唯一这一点呢 上帝啊 我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 我每次领到十分之一 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 这是你给我有能力 有力量 去赚来的这个钱 我把十分之一给你 是要跟上帝 你分享这一份喜乐 那因此十分之九 我求上帝 你教我怎么使用它 那因此我跟大家报告 我真的 我还要骑摩托车加油 有时候买个衣服 买个皮鞋吃饭 我从来没有缺乏过 而且一万九花不完 再怎么花都花不完这样子 这是很奇特的事情 那后来呢 我们公司大公司合并之后呢 就有制度了 打卡之后 这个加班费 乘以1.5 对不对 所以我每个月 可以领到四万块 各位 在我短短的两年期间 从六千块 到一万九 到两万三 到加班费加起来 快四万块 上帝在这里面 让我蒙受极大的祝福 那因此呢 在我们公司啊 大公司合并之后 那个经理有个基督徒 他对我非常照顾 那个经理就把我叫去说 何臣 你下个礼拜 准备升这个排版部的主任 这样 那排版部的主任是我的老板娘 我的老板娘过来之后 她变成主任 那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她说 你们这个老板娘 常常被讲话 那个负面的 这个攻击比较多这样 所以她有一个女儿 我们想要 请她回去带小孩 就是不用来的这样子 那我跟那个 这个 其实我们的圣经教导我 叫我们要忠心 不但是对上帝忠心 对人也是一样 对朋友 那以前我在黑道那乱日子 我知道 意气 这两个字怎么写 那因此我就跟她 跟那个经理讲说 经理不行 因为她是我的老板娘 一日老板娘 终身老板娘这样子 那这个 她说 我说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案 她说有 第二个就是她当你的属下 你当她的主任这样子 那我说我这两点都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只能够选择一样 就是我也有一样要跟你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就选择离开 选择离开 离开这个工作 是我们这个残障者很恐惧的 如果我离开那工作的话 我将一无所有 而且我就要找一个工作 谈何容易 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因为两家公司 因为这个事情谈不容 没有办法 我们两家公司呢 我也不愿意当主任 所以两家公司就分开了 其实当主任 她会伸很高的薪水给我 我也知道 但是这两个 两家就分开了 那分开之后 我要跟一个员公司走啊 但是跟着员公司走 员公司去租一个房子 四楼没有电梯的 第一 如果我要去那边上班 还是要选择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用爬的 爬到四楼去 第二个 我要请一台吊车 每天把我吊上去 但是这两样呢 都不可行 那不可行之后 我一下子 哇好像做梦一样 坐着云霄回车 一下子呢 要变成主任 但是拒绝之后 我变成一个 没有工作的人 无业游民 哎呀 说到这里 我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哈 这首诗歌呢 是上帝教给我创作的 就是 跟你分享 就像在一首诗歌的手语 这首诗歌的手语 父爱的民族 给我感情情有房状 给我等待伥了料 颗素你是我的心目 愛你九年老 請你今晚的臉 心情對你走 看到你恩友的享受 主愛的面貌 讓我吻笑春的夢中 跟我當大聲聊聊 也說你是我的生命 愛你九年老 請你今晚的臉 咪咪住在我心裡 心花彼跳舞境敗 讓我祝一生主愛 我一生不近對你 我一生都感謝你 感謝我跟你頭頂 無論是海間 咪咪咪 Yeah 好唱 呪啊 呪 呪哇 呪哇 呪 와 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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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享受 主愛的面貌 讓我恨恥真有夢中 和我當大寫了廟 也說你是我的生命 愛你高年老 這流心來倫來臉 明明躲在倫心來 心花一條無間歹 歐落主一生主愛 我一生不近對你 我一生都感謝你 甘得我咎你頭頂 無論是海 咎咎你 我們一起來 請你今來君來臉 明明躲在倫心來 心花一條無間歹 歐落主一生主愛 我一生不近對你 我一生都感謝你 甘得我咎你頭頂 無論是海 咎咎你 不論是海 咎咎你 請你今來君來臉 明明躲在倫心來 心花一條無間歹 歐落主一生主愛 我一生不近對你 我一生都感謝你 甘得我咎你頭頂 不論是海 咎咎你 時間 Chron krOSS 痛令人 joking 乎亂 死去 教你 食歇 療療 虽然那时候我被好像变成午夜游民 看似死亡上帝却让我们活着 看似一无所有上帝让我养养都有 各位那时候我没有工作之后 我就每天因为在教会里面住 所以每天起来六点成更 然后七点我就像以前上班一样 我就骑了摩托车出去了 我有很多朋友 但是因为我工作繁忙 我那些朋友我就都没有见面了 但是上帝好像放我一个长假一样 那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每天骑了摩托车 然后去找我一些朋友 中午聊聊天 吃吃饭 我就这样子 我又回到朋友的身边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 他说何臣你在工作中 已经工作了三四年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你工作三十年之后 你可能也学到了一个美好的技术了 这样好了 我投资你 你来当老板这样子啦 哎呦 我从一下 从要升主任然后到无业游民 一下子上帝感动我那个朋友 然后他就投资我 然后我就开了电脑公司 那我电脑公司我去找地方啊 或我找一个地方找到松德路 松德路那边靠近那个101 非常的近 而且那边的房子非常贵 那我找到一个楼下的 那个楼下里面都装很好很漂亮 但是都还没有租出去第一手 那我去租的时候他租给我 他看到我坐轮椅愿意打拼 他租给我一万五千块 有没有便宜啊 那个一间最好要六万块 他租给我一万五千块 后来我就把它租下来 请了几个员工 然后我就开始当起电脑公司的老板 上帝让我过了许多 坎坎坷坷的波折之后 我们仍然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喜乐 后来朋友看到投资之后 有一些朋友也知道了 他们就陆续有三股 投资我开电脑公司 那那时候我做了一首歌 叫做《仙教的中国》 因为这首歌做出来之后呢 就有很多人要使用它 但是那时候使用它 他们都要跟我讲 第一要给我版权啊 有香港的 有台湾的 澳洲美国的 他们就是说要给我版权 我说我不用版权 你们拿去唱 然后拿去用 所以我的诗歌 我从来没有出过 那个拿过什么版权 叫《温玫瑰》 他出了之后 然后在这个市面上卖 后来人家告诉我 你可以去抓他啊 你可以去跟他要钱啊 我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我想要告诉他一点 我们是基督徒 如果你要用这这歌 你一定要跟我讲 经过我的同意 后来我为你祝福 你这个歌才会大卖 对不对啊 所以他没有跟我讲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心中也是默默的 为他来祝福 各位福音是这样传出去的 福音不是我这首歌 一定要做多少版权 我的歌没有版权 你们都可以唱 我的歌在中国大陆 在全世界 只有我一个人的歌 是没有版权 有人说我是打乱市场 但是我跟他讲 我很有限 我是一个残障者 我要到那里去步道 去分享很有限 你们来帮我传 你们帮我唱 钱我不要 我也不重要 但是上帝一定会供应我 阿们吗 各位就这样子 从那时候开始 我认识一个小姐 我去那个 去分享诗歌的时候 分享完就有一个小姐 跑来告诉我 林弟兄啊 你喜欢吃什么 后来这个小姐 去我家煮饭给我吃 这个小姐 哎呀 就是菊美 我们在同一个教会 那时候我受伤十年了 也是信主十年 菊美信主才受洗第一年 傻傻啦 傻傻 后来他呢 常常去看我这样子 我跟菊美相似 真正交往是这样子 有一天啊 我们教会要去那个叫做 叫做台北市政府 那个叫做12月24号晚上 报家营 报到晚上两点多 那我就骑摩托车啊 在中两点多晚上 然后骑摩托车 在国富纪念馆的正后面 忠孝东路上 就有一台车子过去 然后他把那个什么 那个窗户摇下来 嘿 林弟兄再见 再见 我看到他 哎呀 再见 再见 这样子 再见了啊 反正差不多过50公尺 他的那个右边的门 有没有 他开车右边的门 打开呢 没有坐人 打开 打开之后他就 啊啊啊 我也在那边啊啊啊 你的车啊 但是刚好没有人过去 还好 那时候呢 我就给他看 国富纪念馆 正后面 国富显灵 呵呵呵 那个门啊 打开之后 后来我感受到 应该不是国富 应该是上帝祝福 他的门打开 不就是欢迎我进去坐吗 哎呀 太美妙了 因此那时候跟菊美开始交往 交往之后我们结婚 结婚之后菊美的家是住五堵 啊我们就想说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 我就跟菊美回来住在戏子这里 那记得戏子呢 我就要找一个教会啊 各位我那时候过来的时候 有时候心情很不好 那我常常有一些犯错啊犯罪 我每次犯罪的时候我就开了车 第一个到空军公墓那边有没有哭气 因为那边有人但是都不会动 所以都没有声音 第二我到一个地方去 我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都会停到那个电线杆旁边 我每次在那边祷告走的时候 祷告走 因为我来这边不是要找一个教会 我是要找一个能够进去的教会 我没有办法选择教会 但是我坐轮椅很多局限 我去过高龙教会很不方便 我去过赞美进训会也不方便 我去过长老教会也不方便 所以我有一个地方很方便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 说也奇怪 我常常去那边祷告 去那边哭泣的地方 我的车子的后面刚好是一个门 那个门小小的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就是戏子灵羊堂 我后来才知道 哎呦我会怕死亡 原来我每天在那边哭地 是上帝带我来 我常常在那边车上悔改 后来后面正是戏子灵羊堂 差多了十公尺而已 后来我跟菊美就过来这里聚会 过来这里聚会的时候 在旧堂发生了三件事情 菊美真的是上帝赐给我的 妹妹照 戏别照 奶吞 奶吞跟奶操 那时候我过来的时候 发生三件事情 第一 教会宣布建堂 第二 我的金子全部不见了 第三 我的车子十八年了 要保费 那时候我们过来的时候 牧师跟师母吉利 常常一直在报告这个建堂的事情 哇 一直报告 我跟你讲 外行的看 内行看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很多人也因为那时候 宣布建堂的时候走了一些人 甚至有我们里面的大柱子的一些都离开了 各位 那时候我跟菊美就在偷笑 上帝要祝福我们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何时能够到一个教会尾声下来 那个教会刚好要建堂 那建堂的时候 上帝也可以从各地方 把这个金子银子都载进来 但是上帝让我们弟兄姐妹 要在这里享受那个福气 就是奉献 那我就跟菊美就在偷笑了 那在暗笑说 我看到很多人离开 我都觉得他们很可惜 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 因此有一天我就跟菊美讲说 菊美啊 我们结婚那个戒指 拿出来戴一戴才不会生气 我这样子 我不会带那个东西 我讲说晚上戴一天睡看看 第二天再拔起来 菊美说金子不见了 我说那我的项链 结婚项链 他说也不见了 我说你那次卖车 他以前在汽车公司卖车 第一名得到金块颁奖 好大块 我说那个金块也不见了 我说你的金子也都不见了 盗贼挖窟窿来拖 我说盗贼 他说也不是盗贼 他说他走掉了 我说走去哪里 走去教会 他说走去教会你知道吗 我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啊 其实我说你没有跟我讲 我要试探他给我讲话的 那个回应跟口气 其实里面我也在暗爽 你知道吗 那么多金子 银子干什么 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 除了金子银子 我们很贫穷 我们是从零开始 我们没有跟家里拿一毛钱 各位 那因此呢 他说我一台车子 我的大就职给我一台车报废了 要报废 他给我一台车十年了 我再开八年 总共十八年 对不对 没有办法 一定要报废 报废 全国没办法 后来感谢主 上帝就带领我到加纳大去宣教 去加纳大宣教 从多伦多 卡加利 然后蒙克利尔 然后到温哥华 四个地方 到多伦多大学 到华腿游大学去演讲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 他们一片CD 可以卖六百块台币 他们那边 六百块呢 我卖到第二场 我算有良心 卖到第二场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不要卖六百 卖四百五就好了 有赚就好了 结果卖一卖回来的时候 那一天 让他们选择 他们要哪一堂 哪一个教会要哪一堂 哪一个学校要哪一个日期 有一个叫做多伦多灵良堂 他邀请我去分享 当我分享结束之后 牧师就上去报告 今天我们所有说的奉献 全部交给林弟兄 支持他的宣教 后来我们就回来了 哇 这是我第一次 但是那一次有特别的任务 所以那一次是这样子 回来第二天 马来西亚又邀请我去分享15天 总共一个月的时间 回来 上帝带领我去看车 我就去看啊 看HONDA HONMITSU MIXI 看什么LANSER 就看一些车子 那我跟上帝设定是 我要一台车子10万块 中古的 上帝我这样就够了 上帝好像在提醒我 10万块的中古车 你又坐轮椅 你开到高速公路上 如果抛锚 人又没有办法下来 你看你怎么办 这样 所以去看一看 都没了 结果最后 去看一下什么 Toyota的 去看这Toyota 然后进去的时候 后来我就看到那辆车 哇 Vios 1500cc的 漂亮 有够漂亮的 但是我连想都不敢想 因为我的钱都交给局美 我身上 我们家多少钱 我通通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没有车这样子而已 没有车就像我 没有车就是没有脚嘛 那看那辆车之后 圣灵提醒我 不是这一台 旁边 我去旁边看 看一看 哇 Otis 1800的 噢 水都流下来 但是我心里想说 别迷茫啦 今天来看一看就好了 当当贵宾 喝喝咖啡 让人家那个什么 员工招待你这样 所以看一看 圣灵说 不是这一台 我就去看 噢 Camery 2000的 噢 2000的 我哪有那些钱啦 我讲到钱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我 不要看了 走开 局美 你去看 叫局美去看 我叫局美去 局美上下来的时候跟我讲 诶 Camery 2400的要不要 这样子哦 后来这台车 Camery2400 我们就订了 各位 我们不是要订 什么2400 3500的 是我有时候要到高雄分享 到屏东分享 我家住台东 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要开什么啊 开那个 蘇花公路 蘇花公路 完来完去 那我一只手操作 一只手加 那个韩多鲁 一只手加油 所以我都是单手 我的腰没有力量 因为脊椎受伤 从肚脊以下 我都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是开车会很累 如果是开小车的话 会很危险 那大车比较安全 上帝因为 等一下来考量 他就送给我一台 叫做 2400的 Camery 我们一直开导现在 感谢主 他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他上帝 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 多少钱给我去买车 上帝也没有从天上掉下 一辆车下来给我 他让我有力量 他为我开门 让我去分享 让我回来的时候 然后呢 我把那个多铃多铃羊堂 多铃多铃羊堂那一笔奉献 全数交给教会 做建堂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我觉得我留在身上没有意思 为什么 多铃多是铃羊堂 对不对 这边也是铃羊堂 当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 我把那一份他们的心意 拿回来我们教会建堂 所以我们教会建堂 多铃多铃羊堂也有份 对不对啊 各位 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 我在使用上帝每分钱的时候 我就觉得上帝 好像都有替我 听我的祷告 上帝啊 你教我什么使用 我的十分之九 后来因为建堂的需要 我可能举美就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 一直到十分之五 没有扣掉成本 如果扣掉成本 我们拿到的可能是十分之三 后来有一个教会 他知道 不知道谁跟他讲的 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后来他就邀请我去分享 那个地方叫做沙巴 沙巴圣公会的牧师有来过我们教会聚会一次 也跟牧师一起吃饭 那时候这个叫做他带我去沙巴分享 神工会就像我们的长老教会这样的保守 因此你捧提说奉献这件事情 但是上帝都安排好好的 座坛长就是沙巴圣公会最大的把我安排到雅比 到山大根又到朵幅 就像我们的台北台中高雄这样 分享结束 然后在分享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每一个教会都要为我奉献 因此还有我到儿童主日学去分享 儿童主日学 我说儿童不要收奉献 儿童也要教他奉献 因为他老爸会给他零用钱这样子 后来我到老年团契 七十岁以上的老年团契 我说那个老人不要给人家收奉献 不好意思老人家没有钱 老人家也要学习奉献 牧师这样讲 他的儿女也要给他零用钱 就这样奉献起来的时候 结果那一次我们登记起来 小孩子奉献最多 那个小孩子同为五百的人聚会 他们一个人五块钱 就两万五了 五百两千五 所以两千五再乘以十台币 所以那一场小孩子奉献最多 我们讲的不是奉献多或少 我们想的是当我们真的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为这个教会在烦恼的时候 这个教会在建堂欠那么多钱 四千五百万又盖这个又四千五百万 总共一亿多又要利息 这个怎么还 好像我自己在买一辆车在还利息一样 好像我贷款一个房子 如果我在 我再还这个 房子贷款的心情 我哪里教会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教会这一件放在我们的前面 我就跟菊美这样讲 后来菊美说OK 没问题 后来每次现在我们奉献一段日子之后 我就跟菊美讲 哎呀这次十二好了 菊美说不行十三 我有时候比较高兴一点 那这次十四好不好 一定要十五 他每次都要把你打起来养花衣 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发觉我在每一个人跟水主信主之后 都有一点 那一点就是每一个圣经 我们过一个经节跟着我们 跟着我的是十一奉献 我不知道跟着你的是什么 但是上帝要我们真的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使他怎么样还心 让他能够窝心的 就那一点就够了 但是我不是说再学习再多一点不好 但是最少要有一点上帝贴心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让上帝贴心 他永远的爱不离开你 我们现在不是仆人 我在外面这个分享 其他那边打仗我是仆人 但是回到这里我是家人 而且我是上帝的儿子 儿子在这里是可以得产业的 仆人是可以什么 只能够得什么 得薪水 故宫嘛 但是各位我们在这里 如果都是儿子的话 我愿意说 我愿意把我儿子这份摆上 很简单 就像我是一个家里的一份子 那我家里有四五个爹兄弟姐妹 有爸爸妈妈 我出去赚钱 我要拿回来养他 一样意思 那我用这种心情来到教会 我没有多大的志愿 我也没有多大的理想 但是我用这样的心情在教会里面聚会 虽然我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间不多 但是我常常出去的时候 分分 时时 刻刻 苗苗 我都跟菊美讲 这件事情讲完之后会引申到 我们要怎么拿回来我们的教会 就这样子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非常的感谢你们 这十年来在教会里面 对何臣 对菊美的关爱 那菁拉古已经唱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我唱新的专辑 在我的新的专辑里面 有这个牧师的一个牧者新生 我故意请两 拜托两个人 上帝要我找两个人 一个就是牧师 一个是我的组长 杨神源 他们帮我一个写序 一个帮我写这个 叫做牧者新生 那这片CD呢 我在前几个礼拜有送给大家了 只是没有那个影片式的 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 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 还可以下来一个 最后面的 没有 最后一排字 最后一排字 还没有唱 菊美 对 最后一排字 我特别感谢我们教会 在我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无所有 中国大陆的人很多 他们很贫穷 那教会愿意支持我 然后我能够去大陆 有足够的费用去宣教 然后制作CD 去送给他们那边的人 非常感谢我们教祖 也为我们的奉献 谢谢我们的区长 黄敬林区长 他这样的辛劳 谢谢汉湘 还有正一弟兄 还有立珠姐妹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在我们宣教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愿意伸出手 来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里向各位献上谢谢 为我们 这个应于为我们的宣教 支持的弟兄姐妹 合成跟菊美 在这里向您献上感谢 谢谢你们 最后我要来跟菊美唱一首歌 跟大家说再见 这首歌叫做《昙花》 昙花的意思就是 世间上的人的爱都有 但是都如昙花一现 包括我们父母亲的爱 但是由于有一种爱 是长阔高山的爱 永不改变的爱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今天我们来唱这首情歌 要来歌颂我们的上帝 昙花 谢谢 这首因为是新歌 我们在练唱 所以有些如果唱不齐全的地方 也请我的弟兄姐妹 多多包涵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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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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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驚痛苦 夢有你在來面 將來歸心一旦甘的地 甘於樹齋 水風漂流 魂魄是夾起 將會隨人水 可笑一世幾一世 又來將來旁邊 又去旁邊 歐陽有主要聽 聲聲聲聲聲沒分你 永遠咱你驚痛苦 啟動 倫的愛兼透暖 我的夢有你在來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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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